大家好 今天是10月8号 今天中共召开了19届六中全会 今天是习近平亲自的读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这个报告就是关于中共百年以来 它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可以说是党史上的第三个决议 这个决议表面上好像是为党总结历史经验教秀 但实际上就是来吹捧习近平他的丰功伟绩 可以说习近平打中脸冲胖子自己吹捧自己 那这次六中全会是在京西宾馆召开的 京西宾馆是唯一部对外营业的一个中共的非常重要的宾馆 它是解放军全面控制的 去年中共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四中全会 那在四中全会上最后一天发生了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情 就是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市委副书记任雪芬 突然死亡 突然跳楼自杀 然后他的尸体在昌平的殡仪馆来举办了 说明他就死在了北京 而且当时开四中全会的时候 前面三天都是在京西宾馆 但是因为任雪芬跳楼自杀 所以最后的闭幕式居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 当时新闻联播都播出来 所以任雪芬死了非常的蹊跷非常的奇怪 原因是什么呢 中央书风云后来 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他跟重庆市的书记 习家军和习近平的亲信 陈敏尔有矛盾 这个矛盾导致习家军 包括习近平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 然后他一到北京参加四中全会的时候 就跟他凶化控制起来 然后他不从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最后他从这个京西宾馆直接就跳楼自杀了 这个事情影响很大 那这样一件事情在这次的六中全会上会不会发生呢 完全是有可能的 因为这次六中全会就是要确定习近平的历史地位 最关键的是他要确定他比肩毛泽东的地位 他把邓小平根本不放在眼里 邓小平后面跟着江泽民的胡锦涛 他更不放在眼里 觉得江湖只不过是个跟随邓小平的一个过渡人物 在这个历史决议里面 实际上就是要突出习近平他比肩毛泽东的分工伟绩 而且他对邓小平也进行很多的否定和批评 认为改革开放造成了贫富差距 造成了环境污染 包括他的外交政策 他这个太国共演会等等 所以说他是要部分的否定邓小平的政策 尤其把江泽民和胡锦涛基本上一臂带过 就把他的历史作用基本上给谋杀了 那这个历史决议肯定江派 胡派的人不大同意 那现在中央委员 胡博委员总共将近400人 习近平就代表政治局下 这400人来做这个报告 那这400人当中肯定有不少 不同意这个历史决议的 尤其不同意说习近平他的这个分工位级超过了邓小平 而且把胡锦涛和江泽民一笔带过 那有些人对他的这个做法是很不满的 习近平就是担心这些中央委员们不满 所以提前就把傅政华给干掉了 包括傅政华之前的孙立雄 这些都是杀一金百 杀你们的狗头 然后做一个警告 意思呢我们开六中全会的时候 一定要听我的话 统一声音 你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傅政华的下场 或者说呢就像人血分的下场一样 所以这些江派啊胡派啊 看到这个决议呢 因为这个决议呢 要开这个四天的会 大家要充分的讨论 最后通过 那讨论过程中呢 就会表达不同的意见 那表达不同的意见的话 那中央的有关部门的人员呢 就跟他谈话 那谈话呢 如果谈好了 那这个事情就没了 那谈不论呢 他继续顶撞 继续展开激烈的争论呢 那习近平呢就会起杀心呢 把这些人呢软禁起来 在房间里呢 就像监视居住一样 软硬监视啊 让你呢就变成第二个人血风 说不定呢 到这个星期四的时候 真的有人呢 从京西宾馆的高楼上 给跳下来了 变成了第二个人血风 第三个人血风呢 反正呢 无论出现多少个人血风呢 习近平 他要确定他的历史地位 他要通过这个决议 这样一个野心和决心呢 谁也改不掉的 另外台湾政治大学 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 专家王信贤 最近呢 正对六中全会发表了他的意见 他说呢 有可能呢 六中全会形成一个共识 未来的二十大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呢 可能从七个人呢 减为五个人 因为人越少的话 越容易控制 人多的话 那意见不一啊 利益也不一啊 所以不利于 新平呢 控制他周围的这些加成 所以他人越少 他越容易控制 这是一个集权的一个道理 所以说呢 他在爱事大的时候呢 可能呢 只是一些习家兄 那这样一个惯例呢 中共呢 在毛泽东时代 高层呢 都是非常少的人 尤其是通过了第一份历史决议 1945年之后呢 马上召开当时六中全会 就确定了五大书记 毛泽东 周德 周恩来 刘少奇 任毕史 这五大书记呢 作为最高层的领导者 实际上这五大书记里呢 另外四个书记啊 都是为毛泽东来服务的 所以毛泽东呢 他权力 资格无上 而且周围这些重要的干部呢 也都是对他为命失从的人 刘少奇啊 周恩来啊 刘少奇就喊毛泽东思想万岁啊 还把毛泽东思想写进这个党章啊 都是刘少奇他们做的 周恩来呢 对毛泽东更是为命失从啊 现在习近平呢 也就想走这条路 他就是要做一个 没有党路级称号的党路级 也有可能在二十大的时候 党路级的这个头线呢 他自己又给分上 但是谋事方面呢 他一定要走毛泽东的路线 毛泽东当时是五个人 那他现在政治局常委呢 到明年二十大的时候 也有可能改为五个人 那五个人呢 上次我们讲了 那习家军呢 三个政治局委员呢 要入常啊 这就是李强啊 李希啊 还有呃 陈敏尔 那这三个啊 再加上一个留任的赵乐际啊 因为赵乐际呢 是习近平的省西棒 再加上习近平呢 就刚好五个人 那这五个人呢 除了习近平另外四个人呢 都是习近平的秘书 都是他的马仔 都是他的狗腿子 都是他的奴才 所以说他便于控制权力啊 这样的话 他的这个权力呢 更加随心所欲的来 用用啊 所以很有可能在这次 六中全会上 已经要他们达成一个默契啊 就是政治局常委的人数 要减少 把那些旧城呢 全都要赶走 那他的习家军呢 全面的进入 而且人数更少 最后呢 就形成了五个常委的一个格局 哎 习近平呢 他就仿向毛泽东呢 自己呢 搞一个党主席出来 没有任期限制的党主席啊 就跟毛泽东呢 是完全的一样了 那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胆大妄为啊 他到底干了哪些分工伪计 可以比见毛泽东呢 根据最近以来 在六中全会前 中共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啊 连篇累赘的了 发了很多吹捧习近平的文章啊 这些文章里面呢 总结了习近平的五大功劳 那第一大功劳呢 就是反腐斗争 就是从严治党 把薄熙来啊 周永康啊 许才厚啊 郭伯雄啊 令计划 这些政治局委员 甚至常委啊 都给干掉了 这样一种做法呢 那江泽民 胡锦涛 甚至邓小平都没干过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呢 他胆大 他敢于反腐 敢于从严治党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完完全全 那只是一个选择性的反腐啊 只是他为要 把他走向独裁之路 前面的一些蓝路虎 给赶掉了一起 他和王岐山联手起来 手段极其残忍 这样一个反腐斗争呢 实际上全面的应该否定啊 但是他作为他的第一大功劳啊 这几天吹得真天想 那第二大功劳呢 就是所谓的控制疫情 所以把这个疫情呢 在全世界来说 控制得最好 我们现在正在外向清零 实际上我们知道 首先呢 这个疫情呢 从最开始就没有控制好 本来在武汉爆发之后 你就应该控制在武汉就够了 结果蔓延到全世界 这么大的罪责呢 那就是习近平应该承担的 结果这个罪责 现在都变成他的功劳了 说他能够控制疫情 实际上控制什么 他的这个清零措施 也导致人心惶惶 不断地进行核酸检测 一个人又检测几十次啊 那这个是完全是倒行逆事啊 那这些全都变成他的功劳了 那第三点呢 那第三点呢 就是经济格局啊 他上任之后呢 中共呢 马上变成了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制造业变得更加的强悍 高端基础也发展起来了 最近呢 又搞这个中央对各个行业的监管 共同富裕 觉得这些呢 是他经济政策 脱胎换骨 一个更新 实际上呢 在经济方面呢 他只不过是站在 邓小平啊 江泽民啊 胡锦涛的肩膀上 因为前任呢 基础打得不错 所以他接了之后呢 这个经济肯定呢 不断地在成长而已 那第四一点呢 就是他的军改 他的军事的现代化 的确这方面 他也做了一些工作啊 比方说 仿正美国搞成这个战区 这样一个架构 另外他搭理的发展海军 现在全世界数量第一啊 而且还发展这个核武器啊 在这个新疆很多地方 发现这个很多的发射架 而且最近 专门由他的导弹 来打击美国的航母啊 航母的模型呢 都发现了 所以习近平呢 在搞这个军事现代化方面 根据中共啊 这样的吹捧呢 是有他的功劳 那第五一点呢 就是所谓的评判评乱呢 就是对新疆的镇压 就是对香港的镇压 在新疆呢 他推广了这个集中营的制度 这种集中营制度呢 因为毫无人性呢 特别的残忍呢 确实新疆呢 现在变得这个铁板一块了 死气沉沉 因为所有的活的人呢 都关进这个监狱了 所以维持了他的所谓的稳定 那香港也是 同样这种铁碗的镇压 颁布国安法 在中共的眼里呢 那习近平这个铁王做得好 把这些地方维持稳定了 所以变成了习近平的一大功劳 那中共呢就认为 习近平干下的这些分工危机呢 可以超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其实邓小平改革开放当时波乱 反正呢 结束这个文革进行一个创新进行改革开放 那个历史性的攻击啊 巨大的转折啊 这个是功夫可没的 那习近平你干的这五件大事呢 你根本没法跟人家邓小平相比啊 那邓小平呢 你都超越不了 你还超越毛泽东啊 毛泽东他这个确实打仗还是挺厉害的 就那个时候开始啊 后来抗战的时候弄持久战 然后通过三大战役 把国民党赶到台湾 所以战争呢 是毛泽东的强项 那你习近平打过仗吗 你习近平有这个战功吗 你拿着你和平年代 搞的那个五大成绩 来跟毛泽东的这些战功相比啊 那真是 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 是没法相比的 那习近平呢 偏偏就是打中脸 穿棒子 偏偏呢 他自不量力 他觉得他干的这些事 超越了邓小平 要比肩毛泽东啊 所以说 他要跟毛泽东一切要学啊 一个是呢 他取消人气的限制 法理上 他顺理成章 成为毛泽东 另外呢 通过历史决议 把他在思想上 理论上 也成为 毛泽东一样的一个人 而且呢 他把自己呢 搞成一个毛泽东思想 然后现在是习近平思想 邓小平呢 才是一个理论啊 邓小平理论啊 理论呢 在中共的概念里面 比思想差远了 而且邓小平理论 是邓小平死后才分的 那现在 习近平活着呢 他就把他整成这个思想家 战略家啊 现在就差一个军事家了啊 所以他要发动这个台海战争 所以习近平这个人呢 实际上比毛泽东 比邓小平呢 不知道要差多少 因为邓小平 毛泽东呢 毕竟呢 在当时的很困难的一个时期呢 能够崛起 他们还能认清现实啊 很多时候 他们尤其艰难时期呢 他们都还是比较谦虚的 但是习近平啊 现在完全自不量力 完全是非常的狂妄啊 什么事情都没做 然后就说 自己要超越毛泽东 自己要做 无限任期的党主席啊 这全世界 哪有这样的一个 做领袖的 所以他做的 这所有的一切呢 只能导致天怒人怨 只能导致党内党外 所有的人呢 对他非常的痛恨 所以这次四天开会呢 金西宾馆呢 并不平安 发生人血风事件呢 也不会是偶然的 可能那还会发生 其他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呢 慢慢的看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出来 好 今天我们的评论呢 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再见 再见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